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和珠寶的淵源 就是來自於小時候 我經常都會和我姐姐 去深水埗珠仔街 去搜購不同的珠寶首飾配件 去自創自己的首飾 每次帶著我自己創作的首飾 我都覺得很有滿足感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我 獨一無二的創作品 而對我來說 最有深刻回憶的首飾 就是我手上這隻Lovewing 上年我養了十年的貓貓 他離去了 對我來說 他就好像我家人一樣 在他離開的那一天 我由於太傷心 所以就去了逛街 在一間二手店舖裡 我看到有一隻 我喜歡了很久的Lovewing 這隻尺寸非常適合我 我覺得這是一種緣分 我就買了去用來紀念我 這隻愛貓離世的那一天 走上朱寶設計師這條路 一開始並非一辦公信 我甚至乎被我前上司質疑過我 你不適合這個行業 但是我一直深信我自己有這個能力 憑著我自己的努力 去走出我自己要走的路 做著自己喜歡的工作 就是堅持下去的最大動力 我在2018年創立 《Thinking Daisy Jewelry》這個品牌 《Think Out of the Boss》 就是我建立品牌時候的中心理念 突破傳統用很多寶石堆砌出來的珠寶框 專注用純銀呈現不同的珠寶味感 令到佩戴者戴上我的首飾的時候 能夠展示自己的獨特性 發揮自己的個人魅力 Be Yourself Be True 珠寶就是可以戴在身上的微型藝術品 我認為能夠和人有情感對話 能夠連接到而又呈現到美感 就是一個好的設計 設計我都是以美感先 而工藝就是一種輔助角色 當然兩者相負相食 由一位In-House Designer 到成為一位品牌的負責人 現在的責任更加重大 多重的身份要平衡得很好 亦都要考慮商業和成本的問題 而未來 我希望能夠擁有屬於自己的專門店 甚至乎走上國際舞台 為香港的設計界出一分力 令更多人知道 香港的設計是避得上國際品牌 作詞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